身穿法袍專注印達 他們是福人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原住民碩士在職專班的學生 正在進行模擬法庭展演 而至為身穿白領法袍的學生 在模擬法庭中擔任原告方的律師 而展演的內容就是元寶弟買賣爭議 更是他家的真實案例改編而成 攤出牌來討論這個案子 因為大家很多都是優秀的法律人才 所以就可以知道說到底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因為可以預想 可以去預估這樣子 我們展演的這個主題就很像我們家有遇到的問題 對 所以其實法律對我們來說 我們就是要多了解這些東西 尤其是對原住民 李靜之也說本身的工作非法律專業 在模擬法庭中擔任法官的角色 接觸堅塞的法律用詞仍需不斷練習 而身為指導律師的鍾欣宏 也分享在教學過程中學生的困境 因為是我們出擬這個書狀內容 所以同學在閱讀的時候 都沒有辦法很流暢的去唸出來 那不過經過幾次的練習之後 所以大家對於這個案例事實 還有適用的法規也都非常的瞭解 而福人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吳志光也從近期 攸關原民社會的重大法案 包括跨越姓氏綁身份 取得原住民身份 以及平埔族群的證明議題 都是未來社會要不斷思考的課題 而這些攪動原民社會的釋憲案 都將成為學生們模擬法庭的主題 更要從中瞭解族群和現代社會制度的碰撞 讓原住民族不再成為複雜法律制度下的犧牲者 遠時新聞 新北市採訪報導